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仍然认为 正确的道路是让英国尽早脱离欧盟 这个日期现在已延后至5月22日 但遗憾的是 现阶段我并没能让脱欧协议 在议会第三次有意义投票中获得通过的支持票数 特里莎梅称 将继续协商赢得支持 以使议会能在这周进行投票 确保脱欧 脱欧协议今年1月15日第一次在议会表决时 以432票反对 202票支持遭到否决 3月13日二度表决时 以391票反对 242票支持再度遭到否决 特里莎梅一直未能拉近多达100多票的差距 英国脱离欧盟进入倒数期时 欧盟已经表明 如果脱欧协议在议会过关 就能把脱欧协议期限延后到5月22日 但若没有过关 英国就必须在4月12日之前决定下一步 有欧盟官员指出 英国在无协议情况下脱欧的可能性提高 强调欧盟已对此做好准备 将是一场应战 由保守党政治网站Conservative Home 进行的明道显示 每5名保守党党员中 就有3人打算投票支持脱欧党 该网站分析指出 这些人可能是对脱欧进程停滞不前不满 而想投票抗议 或是认为 法拉奇的新党是值得支持的替代选项 一些人也可能希望 选举惨败会促使首相特雷沙梅加速下台 引发新党会执政 12日 600名保守党人在电讯报刊登联署性警告 若特雷沙梅无法让英国彻底脱离欧盟 国会就应撤换首相 否则英国将面临灾难 特雷沙梅正就脱欧协议同克尔滨领导的工党谈判 但即使两党能达成共识 预料协议也不会获得国会通过 美伊关系紧张 因外交大臣警告意外爆发冲突风险 据外媒报道 当地时间5月13日 英国外交大臣亨特警告称 随着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 海湾地区会有意外爆发冲突的风险 据报道 英国外交大臣亨特在抵达布鲁塞尔后表示 我们非常担心发生意外冲突事件的风险 任何一方都无意造成冲突升级 但最终仍可导致某些冲突事件的发生 据悉 当天亨特在布鲁塞尔参加欧盟外长会议 美国伊朗近期对抗加剧 美国日前宣布再向中东地区增加军事部署 伊朗军方12日对此作出强硬回应 伊朗方面表示 美国必须离开中东地区 如果华盛顿采取具体的军事行动 伊朗将给予美国致命一击 2015年7月 伊朗与伊核问题六国 即美国 英国 法国 俄罗斯 中国和德国 达成伊核问题全面协议 根据协议 伊朗承诺限制其核计划 国际社会将解除对一制裁 2018年5月 美国宣布退出伊核协议 并逐步恢复因协议而终止的对一制裁 2019年5月8日 伊朗向英国 美国 德国 中国和俄罗斯五国致函通报了 暂停旅行伊核协议部分条款的决定 伊朗总统鲁哈尼还表示 将给予欧洲协议方60天时间磋商 否则会暂停旅行更多协议的义务 巴黎机场货将私营化 法宪法委员会批准举行全民公决 法国政府预计在新的法案中 将巴黎机场管理公司 AGP开放私营 一个月前 反对派议会议员发起 议员与公民共同倡议全民公决程序 宪法委员会于5月9日批准了这个提议 接下来将开始漫长的征求签名进程 可能最终导致对巴黎机场开放私营计划 举行全民公决 据报道 法国宪法委声明 委员会认为 启动议员与公民共同倡议全民公决程序的 宪法条件与组织条件已7倍 强调实行这个程序是首次 在法国政府支持企业增长 与企业转型行动计划法的草案中 预定把巴黎机场管理公司开放私营 草案已于4月11日获议会最终通过 但反对派议会议员 于4月10日递交议员的签名 发起议员与公民共同倡议的全民公决程序 以阻止巴黎机场落入私人之手 报道称 这道程序根据2008年的宪法改革创立 此前从未使用过 按规定 议会议员的倡议获得185名议员的签名 就可启动全民公决程序 目前 这个倡议已获得了大约250名右派 和左派国民议会议员与参议员的签名 在宪法委批准之后 接下来的发起人必须在9个月内 通过电子途径征征求获得选民团体 至少10%的签名 之后才可能阻止全民公决 国际社会批评美众院通过涉台议案 综合新华社诸外记者报道 美国联邦众议院7日通过所谓 《2019年台湾保护法》 与重新确认美国对台 及对执行台湾关系法承诺决议案 国际社会对此表示高度关注 认为美方此举干涉中国内政 将严重损害中美两国关系及台海和平稳定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表示 联合国将继续根据有关决议 包括1971年通过的联大决议 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 俄罗斯俄国之声电台 亚洲问题专家亚历山大 泽连科夫说 法国近期酝酿实施数亿美元对台军手 已经严重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精神 在此基础上 美国联邦众议院又通过涉台议案 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 议案一旦生效 将导致严重政治后果 给中美关系带来损害 印度尼西亚亚洲创新研究中心主席 班邦苏尔约诺说 随着近年来 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 美国借心日益扎重 试图用台湾问题来抑制中国 阻碍中国发展 马来西亚 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严天璐说 美联邦众议院此次通过涉台决议 必然给中美关系造成消极影响 美方应重信承诺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妥善处理台湾问题 避免破坏中美关系和地区和平稳定 古巴国际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 爱德华多·雷加拉多说 美国利用台湾问题 这一中美关系最重要 最敏感的问题来做文章 企图抑制中国 严重损害中国人民感情 损害中美两国关系 正在走向导致严重后果的 非常危险的边缘 企团 企图 Map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